哈喽大家好,这期视频我将全方位的带您去了解特斯拉10月10号发布的最新无人出车Cybercap 包括它的电子技术内部结构,外观材料生产和定价 当然还将带您去了解无人巴斯Roboven,还有特斯拉的下一代最新机器人 我还想讨论为什么股价在随后会大跌,以前的股价将会向往何处 我们先从外观来看,Cybercap的外观是没有四接所需要的左右的后视镜的 然后车顶和后床也不再使用玻璃,而是采用了简单的金属面板 这张好处是不仅减轻的重量也降低了材料的成本 马斯克之前就强调Cybercap是一款工具型车 它的设计理念完全是围绕着如何去降低生产成本 我们可以看到车尾安装了与Cybertruck相同的尾灯 就透露这个设计很有可能会在明年新推出的modelway上使用 从车身来看,它并非是很多传闻中说的不锈钢材质 因为其实在考虑到重量和成本时不锈钢并不适用 例如此前Cybertruck使用马式体钢在冲压时 它就对模具的磨损非常的严重 与Cybertruck类似Cybertruck将不会去拥有特斯拉的标志 因为其独特的设计 每个人一眼就能够看出它就是一辆特斯拉汽车 我们还可以看到Cybertruck的摄像头布局与model3和modelY相同 前保险杠还加了一颗额外的摄像头 类似于Cybertruck的设计 接着我们再来看车里面的内饰和空间 其实跟大家预料的一样 车内只有两人坐 座椅非常宽敞而且非常的低 就几乎像飞机上头等舱的座椅 特斯拉的员工提到了座椅会根据你特斯拉APP里面的专属设置 自动的去调节前方的位置 还能调节温度还有你想要的音乐 因为说未来Cybertruck在接每一个新的乘客时 它都会自动调节这些所有的设置 我们看到座位的上方还配有顶灯和遮阳板 车子中间是一个巨大的20.5英寸的屏幕 这个屏幕的大小是model3现在15英寸屏幕的1.86倍 大屏幕的原因很明显是在新的过程中 因为无需驾驶就会有更多的娱乐时间 除了这些之外车里几乎没有了任何其他的东西 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 这样也就没有了传统的转扬系统 涉及到的复杂的机械和电子组件 这将使得Cybercap的生产会更加的高效 而且车内没有中央控制台或者是手套箱 车门上也没有任何放置物品的空间 这样可以避免乘客去留下任何的东西 我们知道乘坐飞机时乘客最喜欢留垃圾的地方 就是座椅的后置网带 Cybercap没有前背箱 由于是二座的设计 这使得后备箱非常非常的宽敞 几乎像一个小型皮卡的后备箱空间 这使得Robotax不仅能用于载客 也能非常有效的进行货物的运输 后面空间可以刚好放下两名乘客 两个托运的大箱子和两个手提的小箱子 可以看到后保险杠的高度较低 这样方便乘客去放置 车门控制几乎全部由触摸品进行 在这次发布会中邀请了所有到场的观众 去乘坐Cybercap 可以看到乘客在大屏幕上选择目的地 点击开始乘坐后 车辆就开始运行 途中你还可以按下停止键 让Cybercap停在路边 屏幕的上方显示这次行程的进度 无人出租车在繁忙的车流中穿梭 顺畅的沿着道路标志行驶 最终到达你选择的目的地 马斯克还在XSpace的直播中曾经表示 未来特斯拉电车是将加入Groak语音系统 如果你不知道Groak是马斯克初创公司XAI 花了一年多完成的和XGPT 类似的大型语言模型 加入了Groak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去和车辆交流 这样会给Cybercap提供更具特色的乘车体验 马斯克还说Cybercap将去配备下一代特斯拉芯片AI5 他说实现FSD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的配置 配备AI5是马斯克想要Cybercap 未来能够像亚马逊云服务那样 将所有电车的算力串起来 进行出租用于潜在的分布式推理的计算 我们可以看到Cybercap是没有充电口的 它将完全由无线充电的方式进行充电 最新的研究表明的无线充电技术 其实已经与插电充电技术相当 未来甚至会更高效 而且建造无线充电桩 充电站的成本可能会更低 因为它所需要的材料将会更少 特斯拉去年便已收购了一家无线充电公司 一直在研究无线充电的技术 GISMO China此前报道 特斯拉即将推出无线充电板 特斯拉车辆将能够去自动的停在这些充电板上 就好像扫地机器人当他们完成工作后 他们可以自动的去对接充电器一样 特斯拉汽车的倒车摄像头将可以去定位无线充电板 然后停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因为稍有偏差 它的充电效率就会大大的降低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发现Cybercap的后轮其实是明显大于前轮的 我在之前的视频中就推测过 这很有可能是使用了轮毂电机 轮毂电机将电动机直接安装在车轮的轮毂内 这样就省去了传动轴 变速箱等传统的组件 提升了内部空间 每个轮子它独立运作 可以优化动力的分配 比如说你车辆在左转的时候 你右轮行驶的距离其实大于左轮的 假设如果能够单独的提高右轮的转速 这样就能减少摩擦减少能量的消耗 增加它的续航里程 接着关于Cybercap的生产和定价 这个时候生产将在2026年 或者说2027年之前进行 它的售价将低于3万美元 而它载客的运行成本预计 每英里只需要20美分 相比乘坐Waymo行驶1.5英里 需要等待23分钟 费用是24美元 乘坐Uber每英里也需要2.5美元 特斯拉还向我们展示了 它们Cybercap的自动清洁机器人 所以理论上来说 特斯拉的无人出租车 除了保养以外 可以24小时完全自主的行动 它自己去充电 自己去清洁 然后再去给我们赚钱 马斯克说每个人就像我们这样 都可以去购买Cybercap 也就是说你可以投资很多辆Cybercap 组建自己的无人出租车公司 这么做的原因 我认为是为了大幅度提高Cybercap的普及率 否则你就会像Waymo那样 等待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 虽然我们看到了很多其他无人出租车的公司 率先在很多地方推出 但是规模化和在任何地方运行 将是特斯拉自动驾驶的最大的优势 其实这一次最让我惊艳的是 特斯拉的RoboVan无人大巴 因为这个在此前的任何照片都没有流出 保密工作做到了极致 我们可以看到RoboVan外观继承了Cybercap 和Cybercap一样的极度未来的元素 马斯克一直疑问 为什么现在其他汽车的设计 和几十年前的设计一模一样 所以他希望能够设计出一款车型 一眼就能够看出是来自于未来 我们可以看到RoboVan的后车厢 可以打开 就像普通大巴一样 可以放置行李 然后内部可以乘坐20人 座椅是非常非常的宽敞 与Cybercap一样 RoboVan没有传统的驾驶控制 没有方向盘 没有踏板 总设计师France表示虽然RoboVan看起来 非常与众不同 但它其实拥有极多和现有车型 共享的组件 这对于未来RoboVan的生产 将会非常的有帮助 未来RoboVan可能会对公共交通 和货物运输产生重大的影响 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环保的代替方案 马斯克提到呢 未来这辆无人驾驶大巴 每个乘客每英里的运输成本呢 只会在5美分到10美分之间 而一辆普通公交车的费用的 大约是每英里亿美元 从特斯拉发的RoboVan的4K照片中呢 我们可以看出 它未来将会运用在很多很多的角色之中 包括公交车 校车 聚会用车 商业工具车 移动餐厅 房车等等 未来人们的生活交通方式呢 将会彻底的被改变 如同呢马车变成汽车一样 马斯克说呢 现在的交通非常的糟糕 其成本太高 不安全且不可持续 自动驾驶呢 将会更安全 更快捷 并且更实惠 再谈论到机器人 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机器人 一起在跳舞 那你还记得2021年8月 那个穿着机器人跳舞的假人吗 短短三年的时间呢 特斯拉机器人进步的速度 如同开了挂 这其实源于特斯拉机器人呢 在电动车上呢 已经继承了大量现有的技术 那包括电机技术 电池技术 硬件生产技术 FSD技术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 特斯拉的电车 就像变形金刚动画里面的机器人一样 它又是车 又是机器人 我们还看到机器人 在现场与来宾的各种互动 如锤子剪刀布 倒酒 说话等等 我相信机器人跳舞呢 是完全的自主运行 但是呢 特斯拉员工已经证实 特斯拉机器人与人类的互动呢 全部是通过远程的操作 很多人的批评 特斯拉隐藏了10月10号 机器人是远程操作的这一点 但其实呢 他们并没有隐瞒 你可以直接去问他 就好像这个视频中 以这位嘉宾去问机器人的一样 机器人呢 就会告诉你啊 我其实是远程操控的 虽然呢 与人类互动时机器人不是自主运行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了 他在硬件上取得的成功 想要让机器人像人类一样的移动 想硬件能够支持像人类一样 各种精确的动作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尤其是机器人的手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现场展示的下一代 特斯拉机器人的手 他呢将会拥有22个自由度 那其灵活度呢 将会与人类手无异 马斯克表示呢 机器人手的设计呢 非常非常的复杂 几乎呢 占据了特斯拉机器人 全部工程研究的一半 现在特斯拉机器人手的执行器呢 全部埋在他的手掌之中 执行器呢 是推动手指运作的设备 马斯克说呢 如果增加到了22个自由度 如果这些执行器还埋在手中呢 机器人的手呢 就会像绿巨人的手一样 无比的巨大 所以呢 下一代特斯拉机器人 手的执行器呢 将会像人体的身体结构一样 全部埋在前臂里 这样可以防止手过大 然后无法进行一些人类 可以进行的一些操作 这样呢 也能够方便特斯拉机器人 进行人类动作数据的采集和学习 虽然呢 在现场没有展示 但是我们从之前的视频中 已经可以看出 现在特斯拉机器人 可以自主的去掌握力度 拿起易碎的鸡蛋 还可以呢 自主的在工厂里摆放电池 马斯克表示呢 明年将会有超过1000个机器人 走入特斯拉工厂 2026年呢 还会将会发送给客户 而预计到2030年 马斯克在上一次采访中表示呢 特斯拉将会去生产超过100万个机器人 马斯克认为未来机器人将全面带起人类 每个人类可能都会有两三个机器人 由于一个社会GDP 等于一个人乘以他每年的生产总值 我们又可以无限的生产机器人 所以未来我们将进入一个物资过剩的时代 工作呢 将会变为一种爱好 人类可以拥有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最后呢 我将讨论 为什么股价在这次发布之后呢 暴跌8.8% 华尔街分析师Gary Black表示呢 特斯拉没有发布很多华尔街分析师期期待的25000美元到3万美元的新经济车型 而且呢也没有透露出具体robotaxi的实现细节 而且赛布开布呢 在2026年推出呢 其实晚于很多人的期待 大部分人的期待 他能够在2025年推出 同时呢也没有具体透露出将会如何的推出无人出租车服务 再加上特斯拉股价从4月22号以来呢 已经上涨了68% 相比纳斯达克指数呢 只上涨了17% 在这个事件中呢 我们可能也看到了很多买销性卖适时的短期交易 短期来说呢 我认为股价呢 可能会继续的沉压 特斯拉的财报将至 而特斯拉历来就有预财报大跌的这个习惯 这次交付数据呢 没有达到47万 虽然中国方面销量创纪录呢 让人非常的开心 但是他也反映出了美国最后一个月销量的疲软 所以在这个月其实我们看到了美国立马推出了零利息购买的活动 美国销售特斯拉汽车呢 其实拥有更高的毛利率 所以呢 这个季度特斯拉整体汽车毛利率呢 可能不会是那么的理想 长期看呢 我认为此次发布会呢 没有谈论到新车型呢 并不代表他们会延迟生产 其实过早的谈论新车型很明显的将会影响摩托三还有外的销量 我们可以看到在财报里写到 新经济车型仍在按计划中推出 预计将在2025年上半年发布 仿若新经济车型开始在明年下半年开始销售 我们就会看到像此前Model Y一样 它呢将大幅提升特斯拉电动车的可触及市场 Eric Black也认为 这将会使得特斯拉汽车销量恢复之前大幅增长的趋势 此次发布会呢 虽然马斯克没有聊到具体特斯拉无人出租车推出的细节 但他说到了明年在加州和德州 就会首先在现有特斯拉车型上呢 推出无人出租车服务 从发布会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当Model Y在无人驾驶时 如果你去触碰方向盘 屏幕上就会提醒你 请勿触摸空间 你无法接管电车 可以看出呢 特斯拉已经在为无监管的Model S3 XY做准备 其实特斯拉在这里首次告诉所有人 我们将会在小范围内推出并测试无人出租车服务 我相信呢 一定是通过特斯拉内部数据显示呢 在加州和德州拥有最高的需要紧急介入的里程数 我认为呢 具体公布这两个州的地点告诉我们 这并不是马斯克的嘴炮 而是特斯拉已经确实在考虑推出无人出租车的地点了 10月10号发布会 现场特斯拉FSD工程师还表示呢 在场的所有自动驾驶的Cybercap 无人出租车全部都使用的是FID13 FID13呢 即将在这个月发布 将会呢 拥有停车入库 出库 还有倒车的功能 介入里程数呢 也将会提升6倍 马斯克呢 此前表示 FSD13将会成为不需要人类监督的全自动驾驶版本 马斯克呢 还表示 很快 介入里程数呢 就将达到1万英里 所以预计明年 介入里程数呢 将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 马斯克和特斯拉认为 明年就将会推出 无人出租车的原因 总先来说 我认为特斯拉的 Way Robert 这次活动呢 其实是在正式告诉全世界 特斯拉呢 是一家自动驾驶 机器人 和现实世界AI的人工智能公司 其实实际的转变呢 早在2021年就发生了 当时呢 马斯克搁置了新的车型计划 并优先考虑无人出租车 推迟了经济型紧凑车型的推出 这个并不是华尔街喜欢的 华尔街更多想看到是近期的盈利 而马斯克呢 看得非常清楚 他认为未来将是自动驾驶 和人型机器人的世界 他愿意把所有的筹码 都押注在这个未来之上 就跟20年前 他梭哈电动车 带领全行业的电动车转型 就跟他12年前 独自开始建造充电网络 现在呢 所有传统车型呢 全部都得加入 也就跟他2021年 孤注一致 将FSD转为纯视觉 引领了整个自动驾驶行业的发展 所有这些刚开始的时候呢 公众都觉得会非常的疯狂 但事后呢 都证明马斯克呢 是正确的选择 10月10号发布会的细节 的确不多 但这掩盖不了特斯拉 在过去一年 自动驾驶上 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一名在场的苹果员工表示呢 就是在了解了特斯拉 在做什么之后呢 苹果呢 就放弃了自动驾驶项目的开发 也许呢 我们在几年后回顾现在 首先优先无人出租车的开发呢 也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关于这次发布会后 股价的暴跌呢 我在会员群和会员视频中呢 都有提前进行了一个说明 所以我相信 我的会员们呢 并不会感到特别的意外 那下面这一小段呢 是我在10月8号所录制的 会员视频中的节选 所以我认为那天的冒险还是蛮大的 如果特斯拉没有去明确的说出 我要在何时推出 或者说何时运营 问出车中具体的流程是什么 同时也没有去聊 他们即将推出的 两万五千美元到三万美元的 可负担这行的话 我相信华尔街一定会去 做出一个抛售 因为华尔街他们上了 就是我看不到能力的预期 我就不会给他进行估值 然后呢 肯定有很多买销前卖时的 短期交易者也会抛售股票 每周呢 我都将会更新一期会员视频 去聊一聊这一周 特斯拉发展的最重要事件 以及呢 发表我对特斯拉 现在股价的看法 如果有兴趣 欢迎你的加入 同时呢 也欢迎关注我的推特频道 我会每天更加实时的 更新特斯拉的新闻 并提供我自己 对这个新闻的分析 好了 感谢您观看这期视频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特斯拉自动驾驶的优势 关于无人输入车的优势 你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的这个视频 感谢您的观看